来咯 超人和雪青师姐来到了地图大典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出意外了 小辈们切磋比武 姓叶的是咱们这边的 姓烟的是对面的 姓烟的不讲武德偷袭 那我肯定是看不下去了 即使是个奶爸 我要上去硬钢对手 结果呢 还真是打不过 雪青师姐帮我挡了一箭 这是要嘎的节奏啊 完了 师姐没了 我要抱走了 大喊一声 挂来 呵呵 这个状态 随便来几招 杏烟的就倒下了 一转眼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 超人现在只关心师姐没了吗 哦 还不错 师姐完好无损 我也终于知道了 自己这股力量的来源 咱这是中了谷 还是无解的 那就跟师姐说句拜拜 我下山独享经验去了 像咱们这种主角 必定要走出新手村 菜有其遇 于是超人来到了汴京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鱼都可以上路 那咱们第一件事就是弄一匹马来 汴京这么大 逛靠走可不行 来喽 上马 等等 超人不会骑马 不如后危险 桥上有个圈 肯定有其遇 跟着指引 我们在桥下游了泳 意外的进入了一个无名山洞 这里面有好多宝箱啊 开吧 开吧 发着红光 什么好东西啊 有毒蛇咬我 差点挂了 在野外还真的是得小心啊 突然 超人传送到了 事件大会 一点准备都没有 现在就要跟人PK吗 为什么这里的画风是黑白的 击败一定的对手就可以出去了 还真出来了 这是赏给我一匹人机了吗 好 不用猜測 好的 等一下 您 равно 您会继续